因为疫情,民众迟迟未能自由出国 共辽区的海岸及沙滩预计在春夏季又将成为国内旅游的热门景点 尤其是冲浪等水上活动 常有民众在不良天后怀着征服大浪的想法铤而走险 区公所等单位经常要到现场驱离警告 相当耗时且难以发挥及时效果 为此31日,共辽区公所与观天下有限电视合作 在福隆沙滩旁的东兴工架设远端监控 让景点安全更加落实 我们这边有沙雕还有我们海洋音乐机的部分都会开始来进行 感谢观天下针对我们海域安全还有我们停车场的部分 都有做一些监视摄影的一个器具 手机线上就可以做一些摄影也可以及时广播 这样如此一来针对我们人潮仪表板和我们防灾 或是海域安全的维护一定会有大力的提升 请注意海域安全 并保持四单社交距离 这次新架设的监视器系统不仅新增了大升工功能 更以科技连接互联网功能 透过观天下的网路 去公所可利用手机或电脑麦克风 对着监视器画面直接进行景点的广播宣导 也期望这样的新技术 能运用在辖区内更多需要的景点或场所 观天下有线电视不断地在发展我们的服务功能 那关于监视器系统这样子的一个服务呢 我们已经制作了很多年 也配合新北市政府监测水晶监测的平台 观天下自诩为一个有线电视升级为宽屏网路的服务公司 也能够透过不断的应用发展 让我们的服务能够更深入到民众的各个生活的层面 也能够协助工部门 能够在服务民众上能有更大的一个进展 接下来福龙沙滩将在五月举办沙雕祭 并且紧接着七月的海洋音乐祭 势必将带来不少观光人次 公所抢线部署监控系统 配合市府防疫政策 及时了解观光客停车拥塞的程度 执行交通疏导并公布给民众参考 让景点有科技化的管理 旅客享有更好的观光品质 记者商奥文共聊采访报道